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把刘海剪了 给大家讲讲为啥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去年这个刘海他太火了 就他已经火到有点宫高盖主了 就去年大家看到我 他的目光就会停留在我脸的右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 表情是那种专注且满足 仿佛在我的刘海上看到了日出 真的有一次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这个主办方当时就不高兴了 郭叔叔自身啊 你刘海不在 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 真的 这我可以不去 但刘海必须来 就在主办方眼里就是 哎呀 挺好的一个刘海 怎么还长了个人呀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 同时看到 我说自身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过去找我合影嘛 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 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 他还主动破评 说自身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说我出生的时候 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租房住 那段时间 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年级同学 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 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大哥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 问我说兄弟 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他说你又说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这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有一天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 说今天这个事儿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失恋了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关键他在打着打着 突然对着我喊出来一句 说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这么强吗 怎么 这是我给别人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 自身儿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业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 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 还是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功用的 也可以找到妈妈 老师 警察 她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今年真的是 有一些奇妙的经历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学 让我回去做一个 成功经验分享 我都梦了 我说我这个成功是不是太偶然了呀 老师 你就往普遍来讲呀 你又讲讲咱们这个材料专业 是怎么在你成功道路上帮助你的 我当时想了想 我说我这个头发 确实在学咱们专业的时候掉的 就脱口演员真的没办法做这种分享 你想我去了说啥 我说同学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因为你一走神就接不住梗了 老师还跟我说 你就讲讲努力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我说关键是 我也不是靠努力长成这样的呀 我真的 其实这些励志的东西啊 我考研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最火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老师在那 说你这个年纪你睡得着觉 就这个老师他是教啥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他让所有考研的人都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热血沸腾 直接射成闹铃了 每隔五分钟老师就出来一声 你睡得着觉 你睡得着觉 老师喊了二十多次 我还睡得着觉 后来就他只要一喊 我就把它按掉 就最后就变成了 你睡 真的 考研的时候 那时候要看那些教学视频 也是老师在里边 给你讲讲知识点 再励志一会儿 结果我就光挑励志的部分看了 就励志半小时 学习十分钟 看完做题还是啥都不会 但浑身都是劲 热血沸腾的不会啊 有时候真的就 这一颗的励志都不够了 我有时候学数学的时候 得开英语励志 就我从中看见都懵了 说智圣 你是看不懂这个身影 和考身影 这两个单词是吗 大学真的很热血 我还跟着我们班篮球队 去打篮球 真的当替补 就是其他人的身高 平均身高一米八八 我一米七一点六 就我混在其中 就是看了之后 你说这个人 他在篮球上 一定有过人之处 看了一会儿 你就发现 我都不会过人 真的有一次 我们的中锋受伤了 他们让我上去防对面 一米九一的中锋大哥 给我说这个战术 叫田际赛马 我都疯了 我说田际赛马 你是不是也得用 瞎等马去对上等吗 你这弄着条驴 这能行吗 真的 那天你别说晒跑了 差点让上灯马 把我踢死 大哥一个转身 把我夹 我被夹着我也不敢生气 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 我在那是真防守呀 他们打球还全是假动作 有一次我防守 我都没跟上 对方都走到南下了 都没人了 他做了个假动作 又把球投进了 我说你这不有病吗 这都没人 你做什么假动作 还得我在原地 又跳了一下 真的 大学这些热血 都没有什么热血 大学最热血的 还得是期末考试 三天学完一学 记得靠热血 真的 本来时间就很珍贵了 经常找教材 还花了半天 我肯定是临阵磨枪 找不到枪 真的 经常就是十张的内容 前两天 稳扎稳打 学了一张 最后一天 学了九张 最后考试 也是九死一生 这个时候你就看 学霸身边 就全是学扎 在那里 嗷嗷待哺 人家学霸还负责 说这个在科研上 很重要 你也急了 我不想知道重不重 你就告诉我考不考 哎呀 高等数学你只学三天 量子力学你也只有三天 关键的三天 还是同一个三天 真的 我可真行 高中牛顿力学 学了三年 量子力学 学了三天 三天是什么概念 我都没来得及和量子 纠缠 真的 所以我大学真的是热血沸腾的 啥也没干成 就我也没有资格去给大家分享啥 但是我就想给 喜欢我的大学生们啊 就录一个闹铃 就说你这个年纪 你看得下去投口秀 你看得下去投口秀 好吗 小生理教大家 来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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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题啊 退网吧 退网 真的 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刚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这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我跟我说是自声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儿困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自声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自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自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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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我说说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俱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 在我下边都是大帅哥了 那些idol下边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懵了 我说 我现在不会是全网 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 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 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快点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 讨好型人渴 现在大家都说 我拍马屁是费力 不讨好型人渴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蹄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 和坏的驴蹄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 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蹄疼 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蹄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下说 驴蹄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 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 这是绝美呀 我咱们都蒙了 这是个驴蹄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蹄 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 它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 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蹄 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 非要问我的驴蹄 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 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大家我是志胜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这事 你除了脱口秀 我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 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 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 除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 都有人来看我 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 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 我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结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结棍 汗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 跪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 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避疫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 我过年回家 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说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 自声 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 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 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的 吃润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 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众地霸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毛豆腐 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我还能走到总决赛 我现在成天正眼闭眼 全是写稿 还快乐不止五分钟 真的这三个月 我架在一起 可能也就快乐了五分钟 就第一期 我从底下升到上围去的时候 五分钟之后 我把上围去的沙发坐踏了 很尴尬 我也是第一次录节目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假装没事在那坐着 当时那个黑灯老师 坐在我后边 他还问我毛豆 你是不是给沙发坐踏了 我说黑灯老师 你这个耳朵确实好使啊 黑灯老师 他说不是 你压我脚了 快乐不止五分钟 这句话特别适合我妈 他看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都想一定尝试一下 我18岁那年 他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施病突击》 一个月之后 他带我报名入伍了 我说妈 怎么你沉浸了 我去体验 幸亏他看的是 施病突击 看他又是震团 这样不得给我送贡里去 我之前明明是个厨子 我在饭店干了三年 从洗菜到切菜 马上就能上灶了 我当病去了 后来到部队人问 我有没有特别拿手的菜 我说我鼠塞啥辣 洗得特别干净 我小学初中 过得都特别的快乐 后来就顺利地上了中转 我们那个中转 叫的是钱贡贡贡 连叫我们做饭 那个老师原来都是憨贡 成天上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炒菜 下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憨过 我就学厨子 是因为那边 我看了一个动画片 叫《仲华小当价》 那个漫画对我影响特别大 它是个热血漫画 特别重耳 我上学第一天 老师问我们 为什么学厨师 我说因为热爱 因为碰热 会给人带来幸福 同学都梦了 不是因为咱们学习不好吗 当我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感觉这个漫画有点问题 那漫画应该就是厨子画的 漫画里那个国家 那个厨师的地位 告到人人迷惑呀 小当价从究子夫上 到旷夫正义 警察和大夫的活的全干 小当价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群人在打架 就说喂 不要再打了啦 你算老几呀 我是一名厨师 他们就散了 你现实生活中 怎么可能呢 一群人在打架 你跟我说别打了 我是个厨子 那群人都梦了 那你补上半吗 厨子有什么可狂的 那个小当价天天也不上半 天天云幽丝海 我记得有一集是刀了一个村庄 那个村所有人 不知道是得病了 还是中毒了 找了各种大夫都没治好 然后小当价来了 草两盘菜 好了 这个事要是震的 这个毒就是厨子 瞎的 厨子治病多奇怪 人家问你 大夫 这个药是犯前尺 还是犯后尺 小伙 你这个药就是犯啊 而且那个漫画 跟所有漫画一样 还有一个反派 他们反派是一个恐怖组织 叫黑暗料理记 我能理解一个恐怖组织 里面有厨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 一个恐怖组织里面 全是厨子 那有什么可恐怖的 你怕他不洗澡油盐味大呀 这个恐怖组织 12315就能给他们解决了 动画片里面 给他们讲的可邪恶了 讲他们有正负世界 上人家村里抓小孩 抓完之后 强迫这些孩子啊 学做饭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个不会就是技校吧 这邪恶在哪呀 而且我到现在都不太能理解 一群厨子 正负世界要干什么呀 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隶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长的 从早到晚给农民们做饭 我说你在饭店好好找个伴上 不行吗 要说恐怖 感觉小当家更恐怖 小当家炒的菜会猫灌 都不是那种淡淡的光 那杆一打开跟探招凳一样 那强度刺眼 我说你这个不就是汉弄吗 谢谢大家 我就磨刀 死马当活马医了 冲刺的总冠军了 辜负观众的这期待 死马当活马医了 冲刺的总冠军了 死马太小就 挑战 快点 挨乃 他们 很事 Desert There's a demo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 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 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 笑死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 只有三种 中杯 大杯 超大杯 甚至接受夸奖 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 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 不是 这是我的蚊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蚊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蚊身 但是闻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 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 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狠活呀 哥们 还有人问我 是不是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 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 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啊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应该干啥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杯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木兰 一开始他们说 总结赛第二轮有题目 我说到这时候了 还命题作文 结果他们说 题目是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这题目真好 最后五分钟我想 这咋写跑题 咋写都不会跑题 我就高考语文作文题目 这样多好对吧 这八百字我想写为题 写八百字 真的我写不出稿 我刚才说论道 蹦极 我还去海边去找灵感 本来还想 我说一做一天 会不会有人认识我 看我啥的 结果我就海边那个救生员 总看我 都觉得这人这么痛苦 是不是想跳海啊 但这文化水平也不行啊 这一封一书都来了三天了 还没写完呢 其实写稿不应该去海边 因为大海不光不能提供灵感 还容易让人豁达 我在海边想一天 搞没想出来 人想开了 我觉得做大王有什么意思 我想做大海 大海多好天天 涨潮退潮 涨潮潮上来说 看看这人写成什么样吧 结果一看什么玩意儿 退潮了 真的 大海说像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就在这个地儿 上一个 这么想当大王的 那还是齐桓公 我说那大海你知道吗 齐桓公跟退休大王 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得靠管仲 最后一篇了 就想让观众们快乐快乐 真的写不出来 我跟导演说 我真写不出来 导演说没事 想开点 我说行了 就不写了 他们说 哎呀 你想到太开了 我这一天天的 要我想开 都又不能想到太开 我这一天天活得 寒暴待放的 男人花 摇曳在红尘中 一样对吧 我现在也不做规划 规划没有用 你想想看 19年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说 三年后 你会因为疫情 在青岛路托武 然后在总决赛 争大王 这一句话 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什么是疫情 怎么会带青岛 托武大会 能办到第五届 我还没拿大王呢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 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 都是问我 说昏老师 你是怎么辞掉 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参访到 说你是怎么 预判到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 再过两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挪泳 有没有想过 本来人家没在挪泳 那泳库不是被潮水 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 脱口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库 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 我现在就是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综艺 好笑乐 嘎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 我看的已经够难受 他演的一定比我还难受吧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然后我们出去拍广告 陈璐 我俩 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陈哥 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说 脱口秀吧 陈哥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演了脱口秀 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猴玩了 多好 开心 最后啊 最后我想说 最后 最后我想说 我没啥想说的 都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南云花 寒暴雨棒 又烈鼓雨吧 是天气洞吧 我手都拍红了 对 他这里面说了太多太多 我想说的话 但是我们是找不到方法 和渠道去说的 所以我特别谢谢忽兰 替我们说了出来 你把那个文字都记下来的话 就是一篇特别好的文章 我觉得特别棒 很过瘾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拍 忽兰这一季 有好几个稿 一直在说 其实大家要珍惜自个儿 能快乐一会儿 就是试一会儿这个感觉 嗨 大家好 我叫王时期 对 我和这些 拖舞秀专业的演员不一样 我有固定工作 我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 拖舞秀是我的业余爱好 这个热爱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 我们那里抓补课 抓得太严了 给大家看点好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我是中国第一颗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 就别紧张 你知道我不是带货的 其实我这个手术 大家也别紧张 就是个小手术 就是把心脏拿出来 按一个磁绝腑的小被儿 再把他心脏放回去缝上 反正手术之前呢 医生这么轻描淡写和我说的 手术醒来以后你知道吗 我看着 站了一圈的医生 每个人都这个表情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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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成功了 还拍拍我 小伙子 恭喜你重获新增 去 同志家属 人活了 我这个人工心脏 需要电池来供它的能量 每块电池 我带两块电池 每块电池能供八个小时 就我的一天是 八加八加八小时 是不是听了就比二十四小时都时间长 第一次见到这个以后 杨伯恩一直跟着我 问我 哈喽 王老师 你会支持地球一小时这个活动吗 真的 就在我的认知中 就需要充电 才能够行动的 就只有奥特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真的只有奥特曼 才可以这样还是 我就觉得 有些人以前跟我开玩笑说 你相信光吗 我觉得你挺大个老爷们 这么幼稚 后来 新闻说 我们家那一片要停电 挺长时间的 我有点慌了 我买了块太阳能电池板 医院也挺着急 给我打电话 问我 王老师 这长期停电 你怎么办呢 我说 你相信光吗 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 自信点 你可是中国第一代钢铁侠 我说啥呀 我这不是 第八代电动车吗 不过也确实提升了一些能力 那就是我的消费能力 就 ICU大家去过吗 没有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那里毕竟是中国消费的天花板 挺特别好 真的 我就觉得ICU里边 它毕竟贵有贵的好处 服务很到位 就每天早上给你抽血的时候 都会播放一首吉祥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出院以后 被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带这么个机器 你怎么洗澡啊 我就觉得这问题很好奇 怎么会好奇这种事情 我那你就不好奇 奥特曼怎么洗澡 后来我一想 对于奥特曼怎么洗澡啊 我就上网查一查 网上真有 说奥特曼呢 得用高压气流冲刷 用水呀会漏电 用刷子会掉漆 我就觉得 提醒我了 我不能用刷子 用完刷子我就叫盲石 因为会掉漆 真的就我 在这里边 我挺感谢 就是在我有病期间 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 特别不容易 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光 但你要相信 中国科技在进步 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什么病 在痛苦之中 记住我的话 等 我这颗心脏 等了17年 终于等来了人工心脏 对 所以你就记住 没有什么是不能等来的 谢谢各位 我要下一层电了 我是王世奇 我好神奇啊 人工心脏 心脏 所以是先天性的 是吧 我是先天性的 扩张性心肌病 然后等了17年 等到这个技术 然后发现的时候 到现在 到移植前 站了17年 这个名字就是 纪念这件事 对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太帅了 太帅了 大家好 我是小四爷 我经常会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我最近 就在研究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把豆浆 做得跟咖啡一样高端 他们不都是 豆子加水做的吗 只不过一个是 咖啡豆 一个是黄豆 咖啡能提神 但豆浆更有营养 但是现在 豆浆和咖啡的 形象差距 确实很大 很多人追女生 都会喝咖啡约会 但是如果我追女生 是约她去路边的早点铺 喝两杯豆浆约会 那喝完 她肯定会拒绝我的 小四爷 能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很注重 养生的男生 你也很贴心 怕豆浆撒了 还给我套了个 透明塑料袋 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 像今天这样 早晨七点就来这约会 别人的恋爱 深夜暧昧 我的恋爱 早起排队 那怎么才能把豆浆做得高端呢 方案我都想好了 怎么营销 和国外的品牌做联名 我们也可以和 知名奢侈品品牌 香奈儿联名 出一款产品 豆浆奈儿 这款豆浆的卖点就是 香 而且豆浆的产品名字 也得营销 不能再叫什么 杂粮豆浆 五谷豆浆 太土辣 你看人家咖啡的名字 叫什么 拿铁 越听不懂越好 他们叫拿铁 我们叫拿法 就是高端 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而且豆浆 还必须得有一个英文名 咖啡为什么听起来高端 因为咖啡这个名字 就是英文名 咖啡 是英语过来的 而豆浆 一定有一个英文名 就叫 豆浆 拿法豆浆 要想把豆浆做得高端 最终还是要靠品质说话 卖的最贵的咖啡 都是纯手工打造 但是我们做豆浆 要做出中国特色 他们用人工膜 我们用驴 春驴工打造 驴给你也不能是普通的驴了 高端的驴 不是LV驴 BD驴 保定驴 而且驴的腿得长 因为拉末的时候 它要自己踢水龙头加水 因为是纯驴工打造 而且驴肯定也是要经过培训的 拉末的时候 它要先朝左转三圈 然后再朝右转三圈 然后再朝左转三圈 反复淹没三个小时 让每一颗大豆 尽情绽放 如果驴 它没有按照规定转圈 比如转反了 或者多转 少转圈 那我们就多了一款产品 驴肉火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小四爷 讲多久了呀 讲了快一年了 好 马上就离开了 跟我们聊聊啥呢 那个 也不需要聊什么 明年再见吧 好的 小四爷明年再见 谢谢 谢谢 最后这位朋友 是去年开场的朋友是吗 掌声欢迎 江泽航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子浩 然后呢 是效果文化 一个基层的透口秀演员 怎么说 你们也知道啊 我去年也有参加 我们公司的这个 透口秀大会第四季 前十分钟的录制 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啊 第一个上 第一个走的啊 怎么说呢 真的是 从小就记住妈妈了 教训就是早去早回 你知道吗 行了 今年直接干到最后一个了 真的是 也算有头有尾吧 哎呀 真的是 效果文化真行啊 效果文化 就是 我跟公司说 我想在节目多待一会儿 不是在那个地方 多待一会儿的呀 真的是 我真的 怎么说呢 这几年被这么搞啊 这几年这么被淘汰 我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 应该怎么搞笑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了一整场了 你看这帮演员 我感觉他们讲东西 你看都在讲逻辑啊 讲观点 我呢 从小是在广东长大的 我对搞笑的理解 一直都是周星驰 就是无厘头 你们知道无厘头吧 无厘头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不讲道理的 就是很自然地做一些 极其荒谬的事情 极其荒谬的事情 知道吗 这是无厘头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 就是不讲道理 但是公司这帮同事 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他们就会经常讲一些 我完全听不懂的 北方喜剧内部梗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一个人说了一句 然后其他人 都能接得上 我听过了最多的一句啊 叫 宫廷玉叶酒 一二二一杯 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哇 好厉害 他们多大事 不知道这事 你看 我完全理解不了这个 我这广东人完全理不得了 我感觉你们给我感觉 就好像是现在的小朋友 听到 爱你过真走安乡 是 一个逻辑的 而且这帮同事 很执着的 他们知道我不会 就一直逼着我学 真的 每次他们在讨论这些 北方经典的小品的时候 但凡我在旁边说 没看过 他们就开始职场霸凌我了啊 真的是 摁着我的头 拿着手机 一个一个小品 这么拨给我看 一边拨一边骂我 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骂我的话一模一样啊 就是那种 江子浩 这个宫廷玉叶酒 不会就算了 下蛋宫廷也不知道啊 都说了多少遍了 还有后面这个 你看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这都是宋芬提啊 接下来不是很简单了吗 接下来你看 我71 我75 我说老师 不是80吗 80是大锤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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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会笑啊 真的是 我甚至都不知道 梗在哪里 太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对于北方这个 喜剧小品的什么地位啊 我不知道同事 他们喜欢这些小品 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们无论看多少次 都会笑出来的 而且经 对吧 而且经常看的时候是 那个笑点都还没到 他就已经提前开始笑了 对吧 就是那种 来了 来了 不行我要再看一遍 又来了 就喜欢到这个程度 最恐怖的是 如果他们要拉着我一起看的话 我就必须笑得很开心 不然他们会觉得 我亵渎了他们的喜剧圣经的 对吧 就是你们也有试过了 就是当一个好朋友 他当面给你分享一个 他觉得很好笑的视频的时候 你心里负担很重的 你在旁边 你就必须使劲地陪笑 对吧 不然你很难收场的 我真的试过有一次啊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说不好笑 他们真的很生气的 他们就说不好笑 你觉得这个不好笑是吗 不行你要再看一遍 你如果这个 你都觉得不好笑的话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好笑 我说 我说我觉得我这个好笑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呀这个没沾上 我的妈呀 拿伞了 待了一天了都沾不上了 谢谢子豪 难为了 一位广东的朋友 刚刚你提到的那些小品 你都看了吗 看了 但是看到现在 也还是不明白 梗在哪 不懂 但我觉得自己还行啊 也是 挺惨的 去年是开场 今年是最后一个 但我觉得 今年这个表演 还是很精彩的 谢谢 谢谢 临走之前 跟我们说点啥 哎呀 没啥说的 我已经感觉 这一段还挺有意思的 但确实是啊 待了太久了 也不是待了太久的问题吧 就是有时候上到这个台上 就是没特别能发挥好 有时候这个口条 也不是特别利索啊 我希望以后能征服你们这帮北方喜剧的观众啊 真的是 谢谢你们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